那個黃國昌 要跟黃委員講一下 聲量 網路聲量 不用靠分貝劑 所以你聲音小一點 因為那個柯建民都說 他有職業傷害 耳朵被鎮破了 可是黃國昌真的很生氣 這樣會不會產生 很多的自由機會致癌 我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很詭異 因為這件事說真的是 韓國與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事 跟黃國昌一點關係 都沒有啊 所以他其實是為了聲量 不是說講話大聲的聲量 是真的是為了網路聲量嗎 因為這一場所謂第五次的協商 其實主要是協調 所謂民進黨的質詢權 沒收的問題 你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喬好跟你什麼事 關於黃國昌一點事情都沒有 但是他透過這個動作 你看我們今天大家都討論他了 完全不關係說 民進黨的質詢權有沒有要回來了 所以黃國昌很聰明的 企圖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五次協商 現在黨朝野協商 進行了五次 你知道他跑了幾次嗎 四次 其中有一次乖乖做從頭做到尾 其他四次全部跑掉 各種的方式去製造所謂的紛擾嘛 尤其他現在戰略叫做打綠捧攔 然後壓科 不理科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選舉的話 或未來他的政治前途 已經不是他有課問者 是靠國民黨 是靠國民黨 所以他為什麼在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資訊權這個問題 他其實一直在挺韓國瑜 他說所謂的沒有人 沒有任何一條規定說 你一定要一定要所謂的休息嘛 所以因為這樣的東西 沒有一條慣例 那是慣例嘛 根本就沒有一條規定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 去挺韓國瑜 所以他在這個會場上 故意這麼大聲地去嗆柯建民 他透過打綠 而且挺韓國瑜的關係 他拉攏了所謂的 國民黨的支持度 我碰到很多國民黨的立委 包括葉元智說 我們最近對黃國昌委員 覺得非常的欣賞 開始連葉元智都欣賞黃國昌 葉元智跟他不是可能會是 對啊 葉元智有可能參選新北市場 他竟然跟我講說 我現在對黃國昌也有欣賞 但是不要 葉元智是嚇 葉師傅笨笨的 葉元智是嚇下一次 所以他認為下一次 有人可以打國民黨 所以他這時候 他跟黃國昌站在統一戰線上 原來因為我心機這麼深 那我要講是說 其實在最近柯文哲跟黃珊珊 都不斷的在黨的蔣氏府的時候 藍白之間其實是有分裂的跡下 尤其在臺北市 如果臺志光的這個案 你要說藍白要合作是很難的 所以未來國民民眾黨之間 黃國昌這個路線 跟所謂的黃珊珊跟柯文哲的 所謂的跟藍白分裂這個路線 到底哪一個路線會贏 第二個黃國昌會不會在黨內去取代這個路線 跟取代柯文哲的聲望 不要忘記因為藍營的支持 所以黃國昌不管在聲量或支持路上 現在是超過柯文哲 他連下鄉在基層嘉義喔 對 都有人尖叫掌聲 結果柯文哲沒有 也就是說柯文哲在國民黨內已經不受歡迎 在基層已經不受歡迎的時候 黃國昌在小草跟國民黨內是有取而代之之事 而未來如果藍白要合作 國民黨絕對不會去找黃珊珊嘛 更不可能去找柯文哲嘛 一定會去找黃國昌 而黨內如果反對黃國昌跟國民黨合作 黃國昌這個人絕對不會忠於一個黨啦 他從時代力量跑到民眾黨 甚至現在跟小草跟柯文哲之間的競爭 未來會不會跑到國民黨參選 都可以打一個大問號 國民黨會不會把說黃國昌你來我們國民黨 可能他會謝謝主席謝謝主席 說不錯我可以代表國民黨參選 新北市長來做一個程度的藍白整合 這個會讓所謂壓垮民眾黨最後一根稻草 把民眾黨解散掉的可能就是黃國昌這個人 OK 可是黃國昌委員最近的動作很多 包括在議案上面你不可會演 坤城他提了一個要求動漲電價 這幾天大家開始在討論電價 在開始在討論說如果電價漲的話 包括你的生活 那到底有哪些行業會漲多少錢這些 動漲電價這個案子多討喜啊 這個就是黃國昌的一個部署啦 就是說他在這個禮拜五的院會 他們會增加一個討論的一個提案 然後這個提案就是說 這個因為如果這個經濟部沒有把這個 這個電力的結構啊 這個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綠能啊 把這些東西講清楚之前 然後經過這個經濟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前呢 這個是要動漲 那他這個禮拜五他提出這個討論事項 那我認為最後結果就是說 那因為民進黨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那在草野協商 冷凍期一個月 那通過一個月之後呢 按月四月份呢就開始呢 這個審議委員會就開始審議了嘛 那可能這個審議的結果就是 這個不管是家電的 家用的或是產業的還是會調漲嘛 那可是呢 這個案子已經在一個月之後才會討論了嘛 但是黃國昌已經賺到聲量了 就是說你看我禮拜五提出這個討論事項 結果呢又被民進黨反對了 這麼重要的事情 民進黨為什麼不說清楚 太離譜了 這個對民眾來講 電力調漲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講這些事情嘛 那可是他講這些事情 那案子是一個月之後才會討論到 他就先賺到聲量了嘛 賺到聲量就開始指責民進黨政府了 而且那時候如果該漲的也已經差不多了 四月份就會 四月份就審議委員會就開始講了嘛 可是他已經說到所有形象就是 我真的有幫老百姓要手荷包嘛 那是被你們打過嘛 這就是一個假的一個議題嘛 就跟他上次一樣啊 他也是在這個立法院提了一個 提出很多案子 那些很多案子其實都是 民進黨有不同意見 那就曹委協商 冷凍期就一個月 那可是他就先賺到聲量 反正先罵民進黨再說 那剛剛其實這個 昨天曹委協商也是一樣 昨天曹委協商 其實是講國民黨跟這個民進黨 就是有這個委員的質詢權 沒收的事情 因為今天是總質詢最後一天了嘛 所以昨天曹委協商就講這個事情 那跟黃國昌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民眾黨質詢權沒有受到影響嘛 那最後爆氣為什麼爆氣要走 其實他就想找機會離開嘛 因為他不希望說這個民進黨的質詢權 被恢復嘛 所以他也不想跟這個 這個韓國瑜或是想跟這個 我們柯總召講了嘛 所以他就找個機會 其實我看我們柯總召也沒講什麼啊 他就只有講說 你因為你是講書面質詢 那我們講口頭質詢的時候 才有跳過去這個一點 書面質詢都沒有 那就暴怒 我就會說為什麼柯總召可以插拉牛吧 你聽得懂他講什麼 我只知道他插嘴內容我聽不清楚 我知道他在講什麼 柯總召要很熟悉才知道他在講 那其實我覺得不管 柯總召講什麼 你說沒有好那麼氣 都沒什麼好氣 他只是要找一個機會 找一個moment 他要離開這個會場 就是要讓這個朝委協商破局 然後讓這個我民進黨 還有國民黨質詢權被沒收而已啦 這就是黃國昌自己要做的 可是這簡介是小平 你然後都感覺不出來 他是劍指國民黨嗎 剛剛講說他目的是要跟國民黨之間 你們的支持有沒有 連月圓紙都覺得他表現不錯 那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溫水煮青蛙到2026 不管他選哪 你們的人會不會真的就跟新竹一樣啊 因為現在三頭馬車啦 白的啦 主席是一個嘛 現在比較虛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你去看 我們以前都是趙勞康的義工 就新連線三十年前 那我們新黨出身的人 還是回到國民黨 後來被李登輝趕走 再回國民黨 所以這個是無縫接軌 在意識形態 可是你看 你去看那個黃珊珊 再看宋楚瑜 只要親民黨出身的人 都很恨國民黨 那很清楚 雖然都是叫泛藍 所以簡單講 綠的就是喜歡黃珊珊 藍的現在比較喜歡黃國昌 黃國昌深知各中三位 他會選新北市長 會 然後選了新北市長 不管推李四川 不管推李推洪孟凱等等 他現在已經在操作棄保了 因為他是白的提名 他能夠獲得國民黨提名最好 那如果沒有提名的話 我也要操作棄保 棄保有時候也是一瞬間 二三之間 那第一名應該 當然是民進黨提的 不管是誰 我覺得林友昌機會大一些 我個人覺得 所以他現在已經在操作棄保了 操作棄保就讓白的 含淚投黃國昌 我是白的提名 讓藍的對黃國昌有好感 就可以挪一些板塊 這是黃國昌 除了博森亮 有知名度以外 他認為白的已經在他的灰下 就是那些年輕人 他現在是往五十歲 這樣子在進攻 所以他有些政策 不管支持韓國瑜 不管是以後所有的政策 特別是老人啊 各方面傳統國民黨政策 他會接著支持 所以他剑指新北市長 要棄保國民黨 這個路這個路徑已經很清楚了 OK